OdioJungle OdioJungle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海峡交流基金会 今天中午在媒体联系组通报 截至当前 花莲强镇 共造成4名陆克死亡 陆克失联人数已增至5人 当前海基会政协处 离难陆克家属取得相关证件 赴台处理后事 据知情人士指出 失联的5人分别为 76岁老翁丁文昌 75岁老父何凤华 39岁男子杨洁 40岁妇人丁收惠 12岁青少年杨浩然 一家人赴台自由行 入住漂亮生活旅店 203号房 据海基会通报 当前确认 离难陆克分别为来自 福建厦门的40岁妇人于飞 来自广州的47岁杨立荣 与19岁李杨琦 与年约50岁的妇人为家 集贯代确认 4人均为自由行旅客 之前受轻伤的陆克夫妻 宋家祥及刘璐 于治疗后 依其意愿及请求 海基会 已协助于8日 大陆